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th, the glory of His cross 耶稣在去伊玛武斯的路上 如何教导两个人关于他自己的事 你好 今天中文版的主要是您将学习路加福音的第24章 13到35节并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正当大日门头中有两个往一个村子去 这个村子名叫伊玛武斯 离伊路撒冷又有25里 他们彼此坦论所遇见的这一切是正坦论相问的时候 耶稣亲自救进他们和他们同行 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的不认识他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 他们就站住 脸上带着愁笼 格尔人中有一个名叫 格留巴达回答说 你在伊路撒冷做客 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 耶稣说 什么事呢 他们说 就算拉扫勒人耶稣的事 他是个先知 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既是这样和我们的光复竟把他解去 定了死罪 钉在十字架上 当我们素来所盼望 要属以色列名的就是他 不但如此 而且这是成就 现在已经上天了 再者 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 使我们惊奇 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 不见她的身体 就回来告诉我们说 看见了天使前线 说她活了 因为我们的几个人坟墓那里去 所遇见了正如妇女们所说的 只是没有看见她 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啊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心性得太迟钝了 基督这样受害 又进入了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 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 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走 他们却强留他说 时候晚了 日头已经平息了 请你同我们住下吗 耶稣就进去 要等他们住下 到了坐席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住屑地掰开 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 这才认出他来 忽然耶稣不见了 他们彼此说 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他们就立即起身 回耶路撒冷去 再遇见十一个使徒 和他们的同能聚集在一起说 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 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的 和掰饼的时候 怎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 都述说了一遍 那么在上一次课当中 我们学习了 父女们发现耶稣复活的故事 到目前为止 在路加福音当中 我们还没有看到耶稣本能 我们只是看到天使向父女们报告 以及父女们向使徒们报告了 但是使徒们并不相信他们 即使如果使徒们记得耶稣的话 他们就会在那一天的早上 在坟墓里去等待复活了 如果他们在那里 他们就很可能会看到耶稣的 那么直到本章的稍后 路加福音直到本章后面才有记载说 耶稣向门徒显现的 路加福音首先记载了 耶稣再去以马五十的路上 向两个人显现 在我们学习马克福音的过程当中 马克福音第十六章的十二到十三节 提到了这一次 但没有提供细节 只是告诉我们所发生的事实 路加福音是唯一给我们一个具体叙述的 那么现在的难事 星期天 有两个人要到一个叫 一望五十的村庄去 那么正如第十八节所说的 其中有一个人名叫格流巴 至于另外一个人的身份 我们不知道 我们知道他不是使徒 在路上他们很自然地就讨论了 所发生的什么 当他们正说话的时候 耶稣就靠近他们 他们没有认出他来 因为他们的眼睛被迷糊了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马克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二节说 耶稣以另外一个形象向他们显现的 耶稣仍然是能 与耶稣通常所出现的形象可能不同 不过路加也表示说 他们的眼睛被迷糊了 这意味着耶稣可能通过某种方式 使他们认不出来他 但这两个人并不是在选择耶稣 他们认为他已经死了 尽管他们认识的一些妇女说他复活了 那么耶稣来到这两个人面前 问他们正在谈论什么 他们惊讶地回答道 基本上是说 耶稣是不是刚刚到耶路撒冷的陌生人 所以才不知道所发生的什么事 格里尔巴就向耶稣讲述了 那撒冷的耶稣如何成为上帝强大的先知的 但三天前被祭司长和官长判处的死刑 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他们继续说道 他们很伤心 因为他们相信 这位耶稣会救赎以色列 然后谈到了他们的困惑 因为有一些妇女说 他们看到天使宣布耶稣从色列复活了 有些门徒去了坟墓 那么我们在路加福音读到的只有彼得这样子做 但是没有看到了耶稣 那么在这个时间点上 耶稣就阻止了他们 并说他们是无知的人 他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因为他们不相信先知所说的话 如果他们相信了 他们就会知道 基督会遭受这些事情 然后进入他的农药 也就是复活 因此看到这些人仍然不信 耶稣通过回到摩西 从创世对他生命迹 把所有的先知 也就是救了其余的部分 来教导他们关给他自己的事情 来纠正这一点 当然耶稣本可以简单地说 向他们显示自己 但他希望他们的信仰不仅仅是基于说 他们见过他的见证 而是要基于圣经所说的 这样他们就可以教导别人了 那么好啊 从创世纪的第三章第15节说到 蛇会山女人后裔的脚后跟 含武帝提到的米赛亚的死 在以赛亚书第53章预言的米赛亚的死和他的复活 在诗篇的第二章和第22章 帝王也谈到了米赛亚的死和复活的 他还可能讨论了 祭司制度 以及这与他的死亡和复活的观念 虽然我们不完全确定 耶稣具体指的是什么经文 但我们确实知道 耶稣去阅读了这些经文的 后来这些人知道是耶稣 因为他是如何从经文中所教导的呢 这两个人是耶稣的门徒 虽然说不是耶稣十二使徒当中的两个 他们以前听过他说话 他们知道他如何完全了解经文的内容 所以当他们最终认出耶稣时 他们知道没有认错 那么所有的这些教导 都是发生在去伊茂武士的路上 当他们要接近村庄的时候 两个人就恳求他 同行 在吃饭的时候 耶稣就拿鸡饼来 注谢地掰开 递给他们 但耶稣这样子做了 这些人的眼睛就开了 并认出了耶稣 但耶稣却从他们面前消失了 他走后 两个人基本上是在说 他们应该早一点就要知道 他是耶稣的 因为他是如何对他们说话的 没有其他人能像耶稣那样解释圣经 即使是文士或者是律法师也不行 他们就马上回到了伊路撒冷 找到了当时在一起的十一个使徒 他们知道耶稣已经向西门 也就是彼得显现了 没有任何的福音书 记载的这一次的显现 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当中记载的这一个现象 尽管他只是顺便提及的了 然而这两个人通过讲述他们所看到的 以及他们在掰饼时如何认出他的 为书中添加了更多的证据 耶稣复活之后的显现令人真惊叹了 他们有一个目的 即对他的追随者产生信心 但是耶稣的显现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为他的门徒 让他的门徒为即将到来的使命 做好准备 要将福音传播到全世界的 好 今天我们的休息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的休息 希望大家到此加入我们 再见 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